之前的那个N20大家都知道是宝马的拖拉机 这台发动机打着火的声音好不好听 我先给你们打着火 接着给你们讲一下这台宝马现在最先进的发动机 2.0T的B48 Hello大家好 我是老高尿二十八戒你们眼中的老人 今天给你们安排一台 我身后这个宝马的X1 这台就是大家所说的 失去了宝马灵魂的一台宝马的小型IC5 为什么失去灵魂 因为它是一台前置前驱的宝马车 爱没有 以及我 你的爱会将我灌醉 我没有所谓 太过清醒怎么 还是老规矩 咱们先从这台车的发动机说起 之前的那个M20大家都知道是宝马的拖拉机 这台发动机打着火的声音好不好听 我先给你们打着火 接着给你们讲一下 这台宝马现在最先进的发动机 2.0T的B48 咱们现在冷车打火 打着了 现在这台车 现在这台车冷车打火的声音 依然是 有哒哒哒哒哒的声音 但是这种哒哒哒声音要比之前那款M20的发动机要强很多 因为B48不只是改进了一些黑科技方面 也改进了它之前A20的通病 拖拉油光跟配偶子那种意义 所以说还是新的好 买新它不买旧 这个就是这台车的发布机代号 B48A20C 但是噪音依然还是很大 还是摆脱不了拖拉机这个外号 不然把发动机枪盖 然后坐进车里边看看车内的噪音如何 其实你坐到这台车里边 这台发动机的噪音并不是那么太大 并不是那么太大 现在这台车停在展厅里 是带胎压建策的 所以说缺气的爆码了 现在整个怠速已经下来了 坐在车内能感觉到轻微的一些抖动吗 说到这台车的抖动啊 四缸车行驶了三年 现在已经是五万公里的旅程 它就轻微有些抖动了 毕竟是一个横置平台 它不像宝马三系和五系 对不对 是重置平台 它本身这个B48发动机研发 就是从重置平台 第一首任目标是重置平台大战 然后这台宝马X1呢 是横置的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 重置发动机改成了横置 我觉得我说的 没毛病 如果我说错了 你们觉得不对 评论区下方咱们演讲究 到底这台发动机是为重置而研发 还是为了横置而研发 然后话说回来 如果是这台宝马X1 大家都知道 它的从起步版 就是标配版本 是搭载的是1.5T三港的 到目前为止的最新款 它也是 这台车是17款 S载就是前驱版本的 指导价是34.5W那款 是2.0T的 然后基本 大街上 10台X1里边 基本8台都是1.5T三港的 那台车大家 普遍反应 用户反应 都是发动机 抖动非常严重 然后导致整个机舱里边的 塑料件共振 引起的共振 所以噪音特别大 在这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是你想安排 这么一台新款的宝马X1 你如果预算不够 可以上1.5T 但是1.5T开三年之后 赶紧出售 因为随着年线的增长 它的抖动会越来越厉害 毕竟三缸它不稳定 就是开具玩笑 网友们很多网友开玩笑就说 宝马的三缸竟然没有 奇瑞QQ的三缸做得好 因为奇瑞QQ三缸 你即使开到现在 开了十年 开了十年 它也没有宝马1.5T 三缸 逗动的那么严重 然后这台车的毛病说完了 大概说完了 其实这台车 它最大的亮点在哪 走 我带你们去看一下 这台车最大的亮点 看见没有 就是它的后排控器 到底有多亮 我这1米90大个 1米9减去15厘米的大个 在这台车的后排 可以轻松的翘前 狼腿 这一代的宝马差异 最大的亮点 在这台车的 内部空间 就是一改宝马 原来的风格 它这台宝马差异是为了家用而生 并不是为了运动 只不过是兼顾运动 主要所有的设计 凑总就是为了家用 空间大 我说的没毛病吧 所以说兄弟们 宝马的X1 现在已经不是 曾经的宝马的X1了 曾经的宝马X1 是为了运动而生 现在的宝马X1 是为了家庭 家用 其实所有车都可以说是家用车 但是这台宝马差异 真是改变了所有人对宝马的看法 至之如此 就像人一样 适应环境 人会变 包括车 它的设计初衷也会变 对不对 最后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吧 这台车 它的行情 价格现在是多少 收车价19W到20W 然后车商的报价应该在20以上 最多不超过22 开了三年 折损力 一年赔5捆 游戏就这样 保值率特别特别低 假如说你当时买了一台顶配哈兰达 跟这个宝马X1 它的价格是一样的 现在 它的保值率是多少 评论曲告诉我 然后这期的老高尿二车就到这 这么一台宝马X1 带给你们 如果对这台车还有什么不懂的 评论区下方留言 每条 每条 问题我都会回复 如果喜欢 巴结我 请给我点个关注 顺便给我安排个赞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每天中午12点来相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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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